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俊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 欢迎来到98新闻台 这下视频节目是非要不可 是让你非要不可的刘俊耀受药药 礼拜一对症下药 咱们现在是黄珊珊 黄大律师 黄大律师你好 表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 哎呀这个 好热的天啊 对 我看你的facebook上面一直在写 你不觉得真的是热到受不了了 而且你知道吗 我昨天下午 还陪我太太去买菜 黄昏市场 黄昏市场还好 什么 早上应该受不了吧 就是因为黄昏市场 就热成那样子 早上更热 对 你就很难想象说 那个中午的时候 有些人说 10点11点的时候去买菜的时候 因为昨天的高温是飙 是在中午左右嘛 36.6嘛 然后我们想说下午 比较凉快的再去吧 太阳已经渐渐要在 哎呦我的天哪 看我太太这样 我我我这个 这个算是比较 比较偷懒了 因为我说哎 你下去 我在这边呢 等你 我在车上等你 吹冷气等你 不行他现在是怠速嘛 对怠速 没有30度以上不乏 不乏 真的哦 对 我有够勾矣的我 真的哦 好像是30度以上 对啊 所以现在哎呦我还在那边 我还在那边 大家还 我还想说 我那种爸妈去跟小孩 补习的那种下课的那种 很多都在路边等啊 是啊 那你说 这种天气真的很热混 这种天气 如果你不开冷气的话 我跟你在车上 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下午 哇很热 我说这个代行 就底下来走还热 对对 然后然后呢 又看到警察 因为警察呢 在劝导 在劝导那些 是联廷嘛 黄线的联廷 对对对对 那没有 但当然 我们看到警察的时候呢 我们老早就已经开走了啦 等到警察来的时候 到你前面 诶 啊你不是那个 这不好看了 对 所以老早我就已经开走 我想说我开走远一点 然后呢 我就跟我太太 想说我开到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我买好的 对对对 我再开车过来 然后再开车 吼 我再大了 干小了 全身上 他说里面跟着那个 那个烤箱一样 黄昏市场都这么热 就是表示没有太阳呢 还这么热 你看那个白天 对啊 所以真的有一种暑 要小心身体 现在两点多的时间 这个 很多人都在马路上 大家真的 吃中饭 阿能不出去 盡量不要出去 对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妈妈 一次外线过量 我看她 还看到一个妈妈说 带小朋友去卖场 念书 对啊 现在大家那卖场还睡午觉 哈哈哈哈 弄沙发 有没有 顺便买凉席 对 要不要不要 念书啊 然后 睡午觉啊 看保证啊 对啊 其实这个也是功德一介 因为大家这样简单减碳嘛 反正你都要开 然后我在家也让开一台很浪费 然后 大家一起到你家里去用你的人气 对 然后你那卖场看起来又有人气 对 都好啊 搞不好还是会买点东西啊 对啊对啊 然后还有你那凉席啊 卖书桌 在里面做多久的爱都不会改 是是是 你不要吃到的东西就好了 没有还有四次可以吃到饱 哈哈哈哈 好这个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百货公司那个 夏天 小吃街都有人在睡午觉 所以你看夏天啊 夏天真的也 为什么那个卖场 你的那个总统府有没有开冷气 我还蛮安全的说 讲话就讲的太太超过 这种天气怎么可能不开冷气 对不对 他从来都说他他他我都不开冷气 对 对啊是你不开啊 可是你的你的部署 谁会帮你开啊 对啊 所以这种天气不太 除非老人家真的是 难适应的 期待大部分呢 多少会太热的时候会开 大概30度 其实在30度有风 在家里不开还好 对 但是如果照过35、60度 那真的是受不了 真的啊 而且你如果不开冷气的时候 我真想的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 赶一些书稿 你知道那个脑袋是 混沌到不行 我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开始冲冷水 我到中午的时候 已经冲了三趟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 北欧国家 欧洲北方的国家冷嘛 是 所以发展比较好 你看东南亚 这个都不想做事了 这个都头昏脑脑 人都懒了 都不想做事了 然后我太太又是 是属于那种喜欢节能减碳 他宁可放开冷气给我们的猫咪吹 我们家猫咪法是 你家猫咪十只 对啊 而且都是波斯猫 都是长毛嘛 他就跟我讲说 你现在想想这种天气 你再穿一些毛衣 试试看 当然啦 所以说他开冷气 那他开了冷气 他说 那我们已经有一间在开冷气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到里面去吧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会气喘 所以我不能去 然后他说 那我们就不要再开 他说我再开我有罪恶感 所以他有罪恶感 我就得全身是汗 然后我就得去冲冷水 你知道吗 写写 其实夏天流流汗是很好 舒服 可是闷热 黏黏的这样子啊 然后就赶快去再去冲冷水 这样 他冲完冲冷水之后 终于凉了一下子 然后打了打了 半个小时 汗流浃背 再去冲冷水这样 一直到下午 到了三十六五六度了 终于 他说 好吧好吧 那开一下 开一下好了 这样 所以说 我想这种天气 诶 所以 所以你应该带他去逛街 比较两个 那钱花了更多 哈哈 哈哈哈哈 比电费还贵 对不对 钱花了更多 这也是说很多人为什么在 夏天的时候会把大卖场啊 当中是景点 嗯 假日的时候连续假日 你看那个家长带着小孩 都到百货公司 到这个大卖场 去晃一晃一整天也有的 对不对 好啦 但是呢 有人在这种天气呢 他也关在里面 关一整天 那干涉所是真的更热 是吧 不能免俗 聊一下林医师 但是不能免俗的 我们要在俗里面呢 要挑出一些呢 大家可能 有点搞不清楚 模糊的地带 什么呢 这两天哦 我刚好碰到一些朋友 在问说 那天看到一个新闻报导 说彭爱佳啊 要转悟点证人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拉拉拉拉拉 可以讲 因为是新闻报导的嘛 彭爱佳怎么可以转悟点证人呢 他问我说 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说 怎么可能 不会 这绝对不会达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他有条件的限制 还有特征组 他准不准 他愿不愿意 他的功能 当悟点证人的功能是什么 我那天稍微聊了一下 可是呢 我觉得很多人一定有这样 同样的疑问 因为他有看到那个新闻 他可能还觉得说 啊怎么会这样 这样就没事了 这样就没事了 对不对 你先生去贪 然后太太转悟点证人来告你 然后来指证你 哇 他多少钱他都可以 他还可以免刑 对不对 悟点证人就是免刑或减刑 这样子公平合理吗 他们明明就是夫妻 是共犯结构 怎么会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切入 来聊一下 林医事的这个案子呢 现在陈景祥是转悟点证人 但是彭爱家有可能转英文证人 这待会我们来 珊珊一定要来分析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 听说有那个小三 那个先生去找小三 太太呢 找曾信社 干嘛 不是搜证喔 是要去给他下药 下导阳药 给你不举 让你去外面找小三 哇 这个会犯了什么罪呢 这个珊珊待会法律专家 跟我们分析一下 来来来 先聊污点证人好了 来 污点证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情况之下才能够当污点证人 其实法律上没有污点证人这四个字 但是他是证人保护法里面有说如果你是犯罪的 因为很多的犯罪是一群人一起犯 也就是说 共犯结构 对共犯结构 尤其是贪污 尤其是还有那种组织犯罪 帮派啊 或整个的结构性的犯罪 一串肉掌的犯罪 就像那个纽约黑手党 那个时候呢 他的头目呢 就来咬大头目 对 那个时候他就变成犯罪 所以就要有什么 就要有保护他 保护他 不然他就不敢讲真话 他一他不敢讲真话 第二他因为举证了别人 他可能受到很严重的威胁 所以你看到美国影集都为什么换身份啊 到别的州啊 因为他够大了 台湾大概不太可能换身份 所以他就换身份整个生活都改了 那台湾的政人保护法也是立法没有多久 但是在国务纪要费 就是阿扁的案件里面其实也有 郭全新 对也有类似的 郭全新嘛对不对 他把合盘托出 对对对对 合盘托出跟事实相符 证据上也相符的话 那这样的人 大概第一个他有一个身份叫做共犯之一 哎呀 通常是共犯之一 你要共犯之一 贪污罪尤其是行贿所会这个罪里面 他其实叫做对合犯 就我是送的人 你是收的人 对合犯 对不对的对 合作的合 对合犯 这大家没听过 对合犯 就是我跟你 是相对的对应 那我来养你 那是比较保护一下我 不然我根本就不敢讲 因为我也犯罪 行贿罪在后来修法之后 不管违背职务 不违背职务都犯罪 之前是不违背职务的不犯罪 所以那个金控大佬每个人都说 有我有给 因为我没有 但是我没给 没有叫你去违背职务 所以 这样子就没罪 后来大家觉得不公平 对 给了钱都会没有事 所以后来修法 所以林医师应该是修法后 第一个重大贪污案的 哦 对 尤其是如果是不违背职务的话 对 这个陈启祥他没有用这条来规避自己的责任 因为他这个罪还是有罪 然后唯一能够让他自己可以稍微轻一点 或者说他愿意讲真话的 这个原因应该就是证人保护法 OK 也就是说陈启祥的部分是很清楚 因为他是其中的一个共犯 第二个就是他有和盘托出 他的一些行贿的细节跟具体的事实 那这个部分加上检方同意 对 那这个部分大概 他只要这个部分起诉以后 他还是会被起诉 对 但是检方可以在起诉书里面写说 因为他基于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给他 我准语给他这个请求免刑 要法官来决定 但是彭爱家这个部分 他第一个他到底是不是这个 他既然不承认他是共犯 那他要怎么做正能保护法的 就是啊 的人 第二个就是说 他如果要原用正能保护法的话 他还要和盘托出整个的来龙去 那现在都还否认出 他知道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对 所以他如何去用这一条来让自己受到正能保护法的减轻或免刑 这个几率几乎是零啊 那你就讲这边我都赶快想到一个我就请教你 那如果彭爱家啊 他说有啦我知道他有跟陈几祥收钱 不只跟陈几祥收钱 因为钱现在不是超过7500万了 差不多已经超过陈几祥收给了6300了对不对 对那你看多出来的那1200啊还不只而且我知道他有跟 他可能不只跟中刚拿不是跟陈几祥拿他还跟了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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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的时候呢 如果彭爱家这样讲的话他可不可以转悟点真人 如果但要抓得到而且要跟事实相符 也就是说你正能保护法里面是你共处共犯 这个共犯成罪 因为你的证词让这个共犯成罪的情况下 检方可能有机会同意 但是以现在的状况他就都不知道 大概推了一干二净的 大概不可能 不能说是一干二净他现在慢慢有点承认 已经被抓到的有证据的他就讲了 这个绝对不是第一次嘛 你第一次去跟人家勒索不会勒6300啊 因为这么大的钱 五万十万二十万开始 从六万三开始 所以这是不是第一次 第二也不是唯一的一次 因为一百九十三万美金突然多出那么多新台币是怎样 就是那个新台币不太可能是这一百九十三万美金里面的 那显然是另外的钱的来源 最重要的是贪污这件事情 就陈锦翔这件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林医师不可能抱着钱保管箱到处去存嘛 一定是太太 妈妈 还不知道有没有别人 有没有秘书这些 就是月灵医师你这张脸 你一出现在银行人家就说 哎哟啊你怎么 我来欠钱哦 而且还存保管箱 对啊很怪嘛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好这些钱你们两个人知不知道 你只知道收钱不知道 有没有跟这个 跟那个贬家的儿女很像 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些钱 妈妈的指示我就去帮她存了 帮她毁了 所以真的要求得那个 要有点像吴淑貞的哥哥 哪里有什么钱 哪里有什么钱 我全部说出来 吴锦帽 他我因为这样的查货那边 才有机会 所谓的稍微减轻 对对对对 你什么 因为说真的我特征我也查不到 如果你真的写海外的话 吴锦帽是把那个线全部连起来 对 所以他才能够得到一部分 有价值 对有价值 就是你有价值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这些钱看起来就是一定还有不法的来源 对 那林医师好死不死 他自己 他有一肩扛了 国民党大党编嘛 那时候推动了一个叫做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 在贪污犯里面 如果你的亲朋好友 等期以内没有办法说明 他的来源的话 对 就够成犯罪 这个是他大概是适用的第一人 他刚好是他推的 对刚好是他推的 推的好 对 当初当初没有推的话 但这个法还是用了 还是用了一个很限制的 就是就是阳春版 因为他是要犯贪污罪的公务员的亲友 才犯这个罪 那一般人就是公务员一般的财产来源 不明的话没关系 这个法还是修一半 那更何况说你自己修的 你自己推的 就是你自己还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真是让人 没有办法理解 他认为我也被发现 而且我权是这么大 所以他要说什么政治迫害 大概不太可能 现在变成说 谁可以破坏行政院民主长 是真的 没有 他有破坏的价值嘛 那个时候 一定会这样想嘛 因为如果你今天 你那个位置喔 现在这个时机点 没有人在抢那个位置 也抢不到啦 也不可能抢到 也不可能抢到 这不是用抢的嘛 就是像立委啊 对 你还可以比个民调 争啊 对不对 然后来大家可以用这个民调 用民意来 那不是嘛 那是上意 你决定谁就是谁的嘛 所以那个是抢不到的位置嘛 所以说谁要去弄你啊 我弄了你 我也不会是行政院秘书长嘛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跟你是在竞争的对手呢 我弄了你的 我抹黑你 或者怎么样 我有机会 对不对 取代你的时候 那我才有这个必要嘛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完全没有想到说 他会去适用到这一条 自己推 自己推的 那所以说 彭爱佳 能不能转污点政人这件事情 请大家放心 机会很低啦 而且除非他真的就像耀哥讲 讲出还有哪些案子 哪些不法来源的钱 是为什么 虽然他没有参与 但是他可以讲出来 是 因为你既然是帮他保管钱这部分 对 那这个钱你看 到现在为止就是 抓到一个才讲一个 抓到一个才讲一个 你要让检方 同意他成立 污点政人保护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但是有可能就是 他自己愿意讲 而且甚至还是他妈妈 他婆婆说 他好像还有保管相 才超出另外一个 他表示他自己个人 根本就没有讲 他根本不配合的 但是已经被你看到了 被你抓到了 那我只好讲 而且他还特意到 他没有开户的保管相 保管相不像银行 像我们去金资中心 我们所有的财税系统是连线 那刘俊耀 身份证字号 所有银行的 保管相 通通通出来 保管相不会 不会啊 保管相不会 不及保管相 不及保管相 所以这完全要靠 完全要靠人家讲耶 不是电脑能管理的 而且他用人头 对啊 他用人头 那特征组也知道 哪有可能 那如果一定是里面的人 要讲出来 为了 所以 第一有可能是 特征组在 案发之后 其实就监控了 第二个就是 人头会怕 去 哇靠 我有曾经接过 林家的当人头 因为他们妈妈好像不可以用 所以自己去 不可以去存 不可以开户嘛 所以第三个就是 他们自己 因为害怕 所以到处去 也联络啊 对 又被掌握了 不然这个保管相 真是不容易查 因为通年记录 有一个好处啦 就这样 在这个实验点 发生之后呢 你们家的电话 你会做什么事 你一定赶快 赶快去收拾嘛 对 然后去善后嘛 你要赶快去掩饰嘛 所以赶快丢把头 电话 然后你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电话 这个时候的通年 还有人 对不对 比方说 这个时候呢 突然间 我刘俊耀突然间跟你一直联络 欸 你跟我借那个名义去 周围保险箱 会怕 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啊然后 然后对方就说 你不再靠来 你靠来 大家都知道是你啊 哇 特征组已经看到 冬年记录里面 有一个刘俊耀打来 来来来 刘俊耀 你肯定会去 林医师 林医师有给你联络 一招联络 他跟他说什么 啊 法官大人 他说法官大人 他搞不清楚 他说 有啦他有租了保险箱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 啊这种通年记录 就会很有价值 是啊 你为什么 因为案发之后 你是林医师的 或他的家人 你要做什么 对 就是长嘛 长 或者赶快去把 有可能把 他说他去保管 现在把钱拿回来 是 所以他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人没有压 其实是好事 对 压的时候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特征的技巧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而且呢 有一个重点 现在呢 珊珊呢 秀出一个味道 他们现在呢 希望把贪污罪呢 把他打成炸欺罪 这样子的操作呢 是怎么个做法 来 进广告广告出去聊 好 欢迎9半听众来 我是刘君耀 受药药 对阵下药 在我们下是黄山山 黄大律师 黄大律师妳好 大家好 是 大律师呢 这是整个 呃怎么讲 是非常有名啦 因为 打官司人家都喜欢找这种 有经验的 了解事情的 然后怎么样 把大师画小 小师画五的 那当然 林医师这个事情 法律啦 我们就法论法啦 因为你也不能说 哎他真的犯罪 因为这样子我们怎么去 怎么可以放他过呢 当然 我们都不想放他过 我们就想把事情 查得清清楚楚 可是他的律师会怎么做 嗯 律师毕竟就是律师嘛 他为了他去 受人之托 众人之士 当然林医师 他 他也罪不及死 现在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 他不用枪毙嘛 以前都是枪毙 最高武器 最重 那你也要把事情 查得清清楚楚嘛 那应该可以是用哪个法条 哪个法条 就来 就用哪个法条去判嘛 释 释法的去判他嘛 嗯 好 你现在如果是林医师的律师 你现在是怎么会打这个关系 你刚刚跟我讲说 现在他们在拼什么 把贪污罪拼成 打成 詐欺犯 哦 那那个罪 先讲罪行 这样罪行操作什么 如果是一般詐欺 就是五年以下 五年以下哦 如果是贪污治罪条例的植物上机会诈骗财物的话 是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 算是都比那个十年以上 五习的那一条 就是 借事借段勒索要清 阿扁那一条 对 阿扁那一条是借事借段 对 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整个的贪污罪 我刚刚讲法律构成要件 不管你一直做什么淘天大罪 但是你到法庭上还是必须要硬碰硬 每一个法律的构成要件都要符合 就检查 特征组现在目前升押 就那天申请积押的理由是说 他收六千三百万的部分是植物上 违背植物的行为 然后收受贿落 这个是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 那这个很清楚是六千三百万有收 但是是不是植物 诶 有点争议 为什么 另外我也没有职务 另外也没人是监督行政院啊 又不是监督宗教公司 所以是不是他的职务 这个将来在法庭上 可能还有一些争议 但是现在有一些解释 是说有实质影响力 也可能 但是这一条呢 其实 其实到目前为止 六千三大概是确定了 没有问题 因为陈启强的供职 然后第一次的自白 我有收 那加上找到的那个一百万美金 就是现场 这个大概 这个事实是确定的 只是说 现在如果要应用这一条去论罪的话 还必须要证明 你一次当时拿了六千三百万 曾经去中药 中钢 这些公司要求他们跟陈启强签约 就比如说有人本来不签约的 本来是要公开招标 但是陈启强之前其实已经签过约了 他只是要续约 所以就这个部分 你是要去影响到跟他职务上有关的这些人 所以什么管总 什么政董 乱七八糟 所有包括什么国会联络人 你干嘛要去带一个 带立委去看那个 刚当任的一个小董事长 没错 这些过程 才是这个违背职务与否 的证明 所以说这一段 大家都说没有 我们还是依法办理 我们就跟以前的一样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受到 您意思的施压 哎呦 于是就变成没有去施压 所以就 就没有办法过程这一条啰 就没有办法过程这条啰 我有拿钱 没有办事 因为呢 你本来就会成功啊 我只是趁这时候骗你 骗你说 我可以让你一定会成功 那如果用这一条的话 其实他用这一条 第五条 第五条的 第一项 第二款 这个部分是七年以上 但是比刚刚那条 违背职务的十年以上 要轻一点 要轻一点 但是如果呢 骗比较严重的 其实是八千三 八千三百万大家都知道 趁下没给 所以是不是一种未税 就是我跟你勒索 但是你没给我 未税 所以应该是要 变成第四条第一项 第二款就是 戒施截端勒索罪 这一条是法未税 可是那一天 特征组生压的时候 他是用第五条 也就是利用植物上行为 要求回落罪 这一条 怪怪的 他就是不法未税罪 那在帮 有点在帮他解套的感觉呢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我觉得是 怪吧 大概那天太急 太急了 那这可以变更法条 法院也可以变更法条 但是特征组用这一条 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第一 他是不是职务上的行为 因为秘书长到底 有没有管到民营公司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至少有戒施戒斩勒索 我是秘书长哦 你不给我 我就有机会 要帮你什么 对 因为秘书都我在管 人事都是我管的 我就叫上去 我叫上去 如果单单用八千三百万这一条 不管前面那六千三 你到底有没有办事 或没有办事 单单这一条 皆是阶段 你就是十年以上 对可是 加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叫做 他的钱超过了 他一定还有一条 其他的 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定还有一些 他讲不出来的 那可能是有其他的不法 那不法 因为也查不到 所以就变成只是单纯的 那也有五年以下 那重点是 他还多了一条罪 叫誣告罪 因为他去告了 他不是撤了吗 撤了 但是法院可能 誣告罪是公诉罪 法院还是要依法调查 你这个是不是有 意图使人受刑事处分的 誣告的意图 公诉 誣告是公诉 所以你就算撤了 这个誣告 还是有检方决定 要不要起诉 不过那个是比较小条 小条啦 那也不小条 也七年以下 跟这个也差不多 誣告也是七年以下 哎呦 随便去人家告 真的 誣告七年以下 誹謗罪才多少 誣告就七年以下 所以誣告罪 有时候判起来 比你原来告的罪还要重 真的 真的 ok 所以说等一下 你刚刚讲的这一条 八千山这一条 我就觉得很纳闷 既然八千山的这一条 应该是属于未遂命 他没有拿到手 他没有拿到手 他应该要先找到 有在处罚未遂的 的这个法条 去 去试用 去试用才对嘛 他怎么会去找 特殊组都是法律专家 怎么会去用这一条 第五条呢 第五条他就不处罚未遂啊 是啊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是觉得怪怪的 但是因为那只是生压 他还不是最后提取公诉的方法 所以就是说大家要提醒他们 或者是说大家应该要在这上面找到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厌恶 我们很讲什么诉讼技巧 对 听了就很讨厌 对就是诉讼技巧 好像送棍这样 所以重点就是 这个法条就长这样嘛 对 你们要拼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 可以找你答辩的方向 但是你说 你都连法条都弄错了 连起诉都弄错了 专业 不可以 不可以原谅啊 对啊 怎么可以特殊组 是我们国家等于是 侦查的第一 你看像他 阿免什么二次经改 很多也都判无罪啊 这个所以你试用法条错误 整个的事实可能会扭转掉 所以一定要很巩固你原来的 这个犯罪事实 然后他所适用的构成要件 每一个都要清清楚楚 否则你将来起诉 是有可能 因为现在的刑事状程序 大家都知道 真的对被告程序保障 是相当完善的 所以将来你只要哪一个环节出错 这个一被推翻 你整个法院 法院只要说你证据不足 对 取证则登在检察官嘛 所以你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而且千万你也不要揣摩上意 如果说以前的特征组 以前的司法 比方说特征组 以前的司法人员 有时候都会揣摩上意 诶这个案子到底是要 要办到动摇果本 还是抓大放小 还是高高举起勒 勤勤放下 对不对 那像这个 如果你特征组 你非得要揣摩上意的话 真的要告诉你 马英九这件事情蛮同仁 对不对 你也要揣摩上意一下 但是当然 办案子 不要揣摩上意 你该怎么办 看多少证据 就做了多少事 对可是这个适用法条 他如果他也弄错的话 那我就觉得该打屁股了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所去深压的这个 法条的适用呢 是不对的 应该要回到 戒事阶端的这一条 对不对 这条才有未遂嘛 对不对 而且这条还比较重 对 那当然我们不是 戒事阶端才是真令人法治 对啊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 给他判得多重 不是 但是法条适用要对 这个是最起码的公平 公平嘛 对不对 好了 这个讲到这边 避免将来可能被 被直接判无罪的可能性 好 讲到这边我就要问你 你们会这样打 把贪污的 可能大事呢 化小 被人打詐欺 会成功吗 会成功吗 就你这样目前看 现在其实这个案 最困难的 其实是在共犯的 结构网的调查 也就是说 到底将来会 他要 他现在就是没共犯嘛 我独吞嘛 对 所以根本没有其他人跟我一起犯罪嘛 所以就是我一个人打了 那这样打起来也是让 其实说难听点是讲外面的共犯听的 你们放心 我不会咬你们 你们也不要咬我 对 这样的话我就会被打成诈欺了 对 这样我就变成诈欺 然后你们也没事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这是 这是共犯的很多的心态 我正在告诉你 我 就你关在里面 你怎么都不讲 对 你反而不知道他有没有讲 所以共犯会先跑出来讲 所以就叫做囚犯困境 有没有 对 所以 但是 但是有人在外面 然后里面人这样讲的 就像那种黑手党被抓进去 我单了 对 其他人都没事了 所以现在就是 你到底这个网路结构有多大 然后第二个 特征主要有一定的技巧跟方法 才能诱保这些共犯愿意讲出事实 否则这些人也是等到你查到 我再说有 我现在干嘛说 所以最难办的 因为这个案子的状况真的跟其他的贪犯不同 其他贪犯都是前面 没得标的 很生气跑去检举 然后就开始查查查 然后再 再看你们两个常往来 你们行贿 这个案子是直接查到最后结果 对啊 没有过程 对 这个过程变成要回头查 对 那回头查的情况 他就造成说 这些人都没有人讲实话 对 我单一从文件啊 合约啊 这些里面去看 看不出的所以然 是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那个网路要查出来 好 进广告 然后之后呢 我们继续查网路 那个网路不好查 除了 那第二个呢 现在他们可能会是在贪污罪的 这个大大重罪之下 他们想要去把它打成 诈欺 诈欺 那诈欺最终就是他的共犯结构呢 我们能够把他查出来 他有多大的一个网路 网路 他们的人脉的网路 这关系里面 那目前当然啦 陈喜强有说 哦 这个事情呢 这个案件 观众的管理 你说好就好了 那这个表示 有那边已经给他讯息了 对 那表示 就是 所以说我才不得不 要来跟你 对你这边来行贿嘛 这边要说好 那边才要跟我签 那不就管的 管的 说自己都没管的 那我干嘛来找你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问题呢 后面后续 特征组要好好的去查出来 再来呢 法条的适用 提醒特征组 不要去用到不对的法条 到时候呢 诶 判不多 我说你就真的 招牌就 就砸了 跟大家报告 你看 检察官起诉说一定要写 被告某某某 对 被告某某某 在民国几年几月间 对 用什么方式 人事实地物 用怎么样 对 像谁谁谁 对 所以要整个事实 在起诉书的第一页 就要写出来 那这个写出来里面 你可能没有发现 像前面这段 几乎写不出来 就后面一个 某某某 就拿了6300万 给某某某 这段写完了 对 但是前面那整段 都要开始写 那开始写的情况 就是这整个 先要有这个流程 才会有这个收费的结果 对不对 但那个过程 目前是空白 对 这个就是特征组 要去想出办法 对 我们就不要说 他现在正在忙着的 对 希望他们是 一定要忙这个 不然连起诉说都写不出来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期待特征组 来 刚刚有跟大家预告了一件 这个要谈的事情 就是 今天呢 的苹果 有报道的 在高雄的 有一个 那个女士呢 她不满她的老公外遇 去找小三 所以呢 要下药 给她来导养 为什么她还找征信社 因为这个老公呢 常常在这个酒店里面呢 这个流连忘返 而且回到家里面就说 就是 我累了 就是都不做 应该做的事情 那 他就说 我得不到的 你们也别想得到 他讲的可能更粗鲁啦 可是刘俊耀讲不出口 所以 他就找征信社 给她下药 让她布局 这个如果一旦达成呢 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 下药 如果她已经是达到这个性功能丧失的话 就像我们所有其他的五官的功能 我们有视力 有听力 有 小要走路 所以有很多的功能 行动力 种种的生殖力 比如说你的 那个 指头 对 没有办法拿了 拿东西了 那这种就已经达到重伤害 重伤害 其实跟一般伤害最差很多 他的罪责是五年以上 十二年下 生殖力也是重伤害的 包括吗 对包括 因为你会造成他身体肌能的 永久丧失 就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回复的 就像你把人家眼睛一打打瞎了 你再撞个一眼也不可能再看见 那这个功能的丧失就 势头重伤害 像这样子的情况 他的 真心社会变成共犯 他是教授犯 教授犯是跟正犯一样重 嗯 帮助犯会轻一点 但是 所以这个教授 这个老婆 真心社干嘛去做这件事 当然是拿钱赚 赚钱办事嘛 所以这两个 就会变成一个 重伤害的共犯 好 那我最后20秒请教一个问题 那 那这个 生殖利 他知道他不举的话 是重伤害 对不对 那如果被人家骂说 你没路由 这会加重回方 要看他能不能够被旁边的人 听得出来 那个意思 就不行啦 就是说我们 你没路由 电视广告 好啦 今天要感谢山导宿现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